好再來呢健康廚房教你如何自己在家DIY做一道相當好吃的清蒸滑雞 健康廚房健康好料理 徐老師你好 老師今天要教我們什麼樣的料理我們自己在家裡就可以完成 而且要非常簡單 對 清蒸滑雞 清蒸滑雞 滑雞 感覺起來要做到這種滑雞那麼好的口感 不是很簡單要大廚才可以嗎 對啊 我們都是在做大廚的料理 可是我們不是大廚耶 我們在家裡頭就可以當大廚了 對啊 好 趕快來看看材料有哪些 清蒸滑雞的材料有雞腿肉 香菇 蔥 薑 醬油 紅酒 芝麻油 太白粉 青薑菜 還有水 這道料理的特別有機之處就在於我們使用的麻油 最重要還有一樣東西就是這個麻油 麻油齁 你看這個麻油是透明的 有沒有看錯 這麻油好像跟我們一般外面看到麻油不太一樣耶 不一樣 你聞起來像香油 對耶 這個就是冷壓麻油 冷壓麻油 是經過特別的處理嗎 就是它只是淺烘焙 然後沒有像一般的麻油烤到焦 一般的麻油都烤到200度 它大概100度 要做清蒸滑雞之前 我們先把配料還有加入少許鹽 糖跟醬油的紅酒拌料準備好 還有香菇泡過水 香菇泡過水 泡過水之後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拌料 紅酒 糖鹽有沒有 真的是紅酒好香喔 我看到裡面還有一點糖跟鹽 先先倒進去了 我們倒一些麻油 是要增加它的口感嗎 對 它有滑嫩還有很清香 然後加一些紅酒 可以全部倒進去 需要加醬油 這道好像沒什麼醬油 可以一點點 剛剛也是有一點點拌在紅酒裡面 然後我們把它拌一拌 雞肉要先醃漬過 需要擺放多久嗎 這雞肉 大概冰個一兩個小時 放在冰箱 就可以完全入味了 為了展現色香味俱全的大廚手藝 我們還有這個步驟 老師我發現喔 你今天是不是還有什麼訣竅 這邊還多了一個碗 你要變什麼把戲 因為通常我們不是就把它全部攪在一起嗎 就倒進去就好了 倒進去就好了嗎 對 那我們今天是要稍微擺盤 所以用一個碗 我們擺碗 擺在碗上之後 我們等一下蒸好的時候倒扣 喔 所以說就是用這個碗 把它那個形狀弄出來 對 那所以這個青菜應該就是待會 擺盤用 那我們擺盤很簡單 就把這個香菇蔥薑 擺上來這裡 擺這個上面 放在最底部 對 擺在最底部 等一下倒扣的方便 因為它等一下倒扣 就是在最上面 就變成在最上面 然後那些都放在最底下 對 接下來放入調理鍋中 利用快壓一分鐘 再燜個二十分 清蒸滑雞的主角就做好啦 繼續 咱們來裝飾一下 將滑雞倒蓋在盤子上 一多多的香菇自然就在最上頭 然後把汆燙過的青江菜鋪在一旁 這樣的清蒸滑雞 看起來是不是跟大飯店的一樣美味啊 試試看 有沒有滑 真的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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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有麻油的香味 對 用筷子就知道 這個肉非常的軟嫩 對 很細嫩 非常滑嫩 對 來個香菇 我們沒有特別再加什麼其他的佐料 有沒有說 沒有沒有 對 太非常的複雜 對 這道菜一點都不滑稽 非常的認真做的 很好吃的料理 滑嫩的雞肉真的是入口即化 再加一口鮮甜的香菇 家裡頭的小廚房 照樣可以變出高級餐館的大料理 可以有什麼其他的變化嗎 那個雞肉以外其他的肉也可以 像豬肉 滑豬 滑牛 魚肉也可以 滑魚 就是說大家可以自己去嘗試看看 做不同的搭配 喜歡吃什麼肉類的話都可以 所以這一道清蒸滑雞 一點都不滑雞 要推薦給大家喔 好我們再來看到其實呢 冬天一到很多民眾會覺得說眼睛很乾澀不舒服 恐怕是乾眼症 但是要特別提醒 如果說呢 這經常流眼淚的話 一流就是一整天 同樣也有可能是乾眼症的困擾 今天呢透過長春雜誌 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乾眼症這樣的病喔 其實呢症狀是包括了眼睛會怕風怕光搔癢 有時候呢黏黏的會有燭熱感 整天都會流眼淚 而且有時候呢看書啦看報紙看電視 容易會看不清楚就特別擔心了 這也都有可能呢是乾眼症的症狀 那麼在這患者當中呢 其實以女性的病患為多 主要是因為體質就是荷爾蒙分泌的方面 還有呢女性眼部容易會有彩妝 如果說粉不小心進到了眼睛裡面 很有可能會造成眼部的發炎 那麼相同道理卸妝油 如果在卸妝的時候不小心的話 跑進眼睛裡面 當然呢也會對於眼睛造成影響 有可能會引發乾眼症 而哪一些人是高危險族群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停經的婦女 因為荷爾蒙分泌所造成的影響 而第二個呢 騎機車的業務經常要吹風 還有就是長期戴隱形眼鏡 或者是有枝露性皮膚炎的民眾 都有可能是乾眼症的高危險族群 好那麼壞習慣當然會造成乾眼症 從生活當中來注意一下 民眾呢特別是女性要注意了 愛漂亮接假睫毛或者是化妝品沒卸乾淨 都要來特別當心這些壞習慣 很有可能會引發乾眼症 而小包裝的人工淚液呢 其實民眾可以稍微點一下 來緩解乾眼的困擾 不過呢特別注意 要儘快用完選擇小包裝的 避免呢細菌在裡面自生 好我們再來看到薰衣草這種植物 是紫色的很浪漫 具有淡淡的香味 不過有另外一種薰衣草 具有相當特殊的木頭香味 你有看過嗎 我們一起來看 在這個香草裡面我想大家一定很熟悉 就是薰衣草那個紫色的浪漫 那其實薰衣草分很多種 有根據它的葉子來區分 或根據它的產地來區分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根據它的葉子 有鋸齒狀的 我們叫它齒葉薰衣草 那齒葉薰衣草的話 它的花跟葉都可以泡茶 那它的葉子有鋸齒的形狀 那如果你去摸或去聞 去喝它的話 它帶有一股濃濃的木頭的香味 所以它就等於是有薰衣草的花香 加上很純的木頭香味 所以這種薰衣草喝茶的話 那個整個心情會更沉淨 那種植薰衣草的話 你不要想說薰衣草它可能是草 不是喔 它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 所以你好好的種植物可以種很久很久 那它是適合在那個比較乾燥的環境 比較涼的環境 所以在夏天種植的話 可能要注意就半日照就好了 那在冬天的話就是全日照 那這樣讓它有一個很好的光線 那再來澆水的部分就是說 大概塗塊乾的時候再澆水 那這樣就可以種很好的 池葉薰衣草 好又到了健健美單員 趕快站起來活動一下 不要光坐著看電視 今天請老師來教大家 該如何在家裡面呢 透過一條毛巾運動一下 達到塑身效果 哈囉 需要健康又好身材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張淳淳老師 淳老師呢 今天要把王永慶王爺爺 養生的秘訣要告訴大家 大家都知道她好喜歡毛巾操喔 其中她最喜歡一個動作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把家裡的一塊毛巾 或是浴巾 像我呢 我就很少找毛巾 所以我今天找了一件我的T恤 所以我就把它夾下 它是我的毛巾 然後呢 我們要做的動作就很簡單 把毛巾放在背部 好 毛巾再放在背部 然後好像玩遊戲一樣 左手去找一下 左手去找一下在哪裡 OK 反抓 抓住 有沒有抓到 好 這樣一個運動 整個胸腔往前傾 好 呼吸器官 它就是一個擴張的 一個正常的效果 而不是現代人有些水水 所以動作壓力很大 就整個人都這樣縮在一起 所以是一個 生長開放的一個態度 跟我們的晶瑩之神王爺爺一樣 好 我們要做的是 右手往上提 右手往上提 讓下面的這隻手 盡可能的碰到肩胛骨之間 好 也不要超過喔 我們不是特技比賽喔 不用那麼多 所以呢 在這個拉承 這像句子有沒有在句 緊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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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通常做這個運動呢 的好處是以後呢 你不會聽到你的骨頭 咔滋咔滋咔滋 我們往上提的時候 肩胛骨 它可以喔 變得開始活絡起來 有些人 開始動動的時候 骨頭有咔啦咔啦咔啦的聲音 這咔啦咔啦的聲音 會讓你呢 以產生 以這個循環鞋來講 它就是有一些氣節 這對自己的身體不好 往上 吸氣 吐氣 吸氣 吐氣 好 往上伸 通常呢 我們叫它一刻鐘的運動 一刻鐘是15分鐘 我會建議你抬15下 抬15下之後呢 記得喔 要換邊 換邊 這個重點是你換邊的時候呢 兩個毛巾 拚噴火 用電動 不用了 用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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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